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的 今天来讲讲一款在陆服已经上架一段时间 台版最近刚结束封册的 少女前线,云图计划 台湾代理是配与数位娱乐 旗下比较为人所知的 就是去年那款,忍者必须死 而该公司注册的负责人 与农程网络为同个负责人 而农程网络又隶属于新动网络旗下 也是见怪不怪的中国特色式代理套娃了 当时我也疑惑了一下 想说明日方舟跟少女前线 不都是挂在楼层底下吗? 这次怎么换个代理坦? 原来只是左手换右手 游戏开发商为中国的散报网络 另一个广为人所知的别称为云模组 而该公司旗下最为知名的作品 就是2016年上架的少女前线 当时游戏的主媒海猫 在2017年时离开了散报 与其他人共同创立了鹰角网络 并于2019年发行了明日方舟 而如今这款在中国也成为二游原创类IP的标杆之一 所以这也是为何有人会觉得 本次介绍的游戏跟明日方舟 有一点点相似的元素 毕竟也是同个妈生的吧 而中间还有一段散报 正面跟鹰角的爱恨情仇 各位有空的话可以再自行去YT或者Google上了解 本次作品少女权限云图计划的故事线 发生在哨前之前 如果你是作为哨前的资深玩家 相信可以在这款剧情中填补缺失的碎片 然后一边等待未上架的续作 哨前2追放 这也是目前公司的策略 将少女权限作为完整的IP产业链 少女权限在2018年时出海到日本 创下了还不错的成绩 最高巅峰在7.6亿日元 不过20年后就开始衰退严重 到今年掉到5000万日元左右 不过其实这也跟游戏性有关系 内容作为诱导课金的强度没这么高 跟必然航线有点相似 都是为爱买单的类型 但本身作为二次元市场的潜力 还是吸引了什么都买买买的儿妈妈 腾讯 2021年时腾讯战略考量 入股了该公司 当然也是对外表示 不干涉游戏的开发与营运 同年的9月23号 推出了本次的主角 少女前线 平图计划 虽然游戏的整体质量有所进化 在刚开服的时候 也有约1.11台币的表现 虽然其中应该不乏有腾讯的助力 但并没有掀起长久的高潮 在今年的1月就快速的掉到4400万 而上个月也只剩下1900万 整体成绩约在中国二次元 首有排行的中段班左右 而上架没多久的猫自成 也很快就会去陪他了 先不论游戏性的话 其实不光是二游市场 中国其他游戏同行也面临一样的问题 甚至前几天也有篇相关文章在讨论 不过这并非今天的重点 就不细说了 那因为我没有参与台版的封测 所以这次是以路版体验为主 如果有所出路 请见谅 游戏利乐方面 以目前百花齐放的各家美出战场中 只能算是中规中矩 或许早生个几年 还有一战之力 像上次介绍的那款 强大的水彩渲染风 或者其他款都是满满的Live2D 直接丢到玩家脸上 就算不好玩 也是看得开心 对比少女权限主打少女加军械风为特色 这款算是完全放飞自我了 这次不光有女的也有男的 风格也不再这么军事化了 而男角色这点 在当时也迎来了不小的节奏 毕竟是挂着少女前线 这种指向性明确的IP做宣传 大部分的老玩家也是冲着去抽妹子 不是看汉子的 除非真的是有足够的剧情去完善人设 否则真的对游戏不具有加分要素 想想如果你在玩少女回战 一发十年 蹦出了一个带棒的少年壮汉 直接变成了少女混战 这谁顶得住啊 剧情为纯文字加PPT4的演出 全程没有语音搭配 对我来说像是少了调味料 越吃越无味 老实说我是真的没有太多耐心 读这种纯开水的剧情 就留给喜欢的人品味吧 而游戏也有常见的角色速射 可以编辑家具提高舒适度 进而影响经验等奖励加成 以及可以定期收拆的建筑系统 不过这两者都不能跟角色有过多互动 是蛮可惜的 战斗玩法融合了自走棋加肉哥要素 肉哥方面是通过路过的关卡 可以获得函数 让玩家可以针对上场的角色类型来强化能力 而自走棋体现在战斗环节中 场地会存在buff跟伤害机关等 角色的战斗剑模为Q版的大头娃娃 你把他拎起来的时候还会有各种无奈的反应 这点还是蛮可爱的 关于角色的具体细节 你也可以在角色的界面中查看 住的其实还算不错 也是尽可能的贴合力会 在战斗中的表现也还不差 不是那种很糟糕的沙雕模组 角色突破到一定阶段后可以释放大招 附带动画倒是蛮好看的 除了特定关跟boss战的战略要求会比较高 大部分在路上都是送头给我方累积函数的关卡 只要站位站好看他们自动表演就好 而玩家可以透过辅助技能协助战局 像是让角色跳到指定位置偷袭 或者把讨厌的敌人卷起来之类的 在前期战力有限下 可以有效的提高通关率 但是越是体验下来就会发现 看似有趣的分歧路线跟战斗体验 并没有融合成很好的正回馈 反倒会觉得有点拖沓 像是肉哥玩法看似有趣 但设计上反倒捆绑的是游戏 举例来说角色虽然有奶妈坦战士射手等 但与其多选了其他种类的角色来瓜分函数分散强度 不如集中提高纯度 尽可能压缩上场的排组种类让输出最大化 导致很难做到百花齐放的玩法 而且当你角色练度上去以后 对函数提升的依赖性就会降低 反正选什么都能碾压过去 如果打不过就去扫荡升等级 你就会发现你突然又行了 这养成跟肉哥随机性的完美冲突 降低了肉哥元素带来的那种随机乐趣 变得毫无存在感 而抽卡方面的话 小保底60抽 180抽可以兑换当期UP角色 相当于大保底 我看了一眼这UP几率 1% 也是提升了个寂寞 反正非洲人就是乖乖180抽吃保底吧 而老样子10抽大约是落在700元左右 这样看下来这款游戏缺点好像不少 但其实佛性的地方还是有的 相对来说对玩家的刻度要求不高 还有个角色碎片副本 可以每天打个机场 慢慢斩的话 喜欢的角色也能突满 外加各种资源关卡 只要开自动扫到完就可以收工了 护肝又省心真的是对玩家太温柔了 你说是不是啊无情迷途 结论 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只花 这款说实在玩起来 是真的不无聊的 就2022年的现在来说 太多妖魔鬼怪轮番登场 各家都在尽可能的把美术卷到天边 立会那是一个比一个香 玩家选择是越来越多元 一款接一款都在PP上大做文章 结果实战后又都打不过老前辈 就让我们看看之后登场的选手 是否能经得起市场的考验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会订阅 下车 订阅会订阅 会呔网站 会呔网站